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我是李国庆 央行年会前,股市等爆变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130点,收报26179 成交就不过不失,不算特别活跃,有742亿 今天港股可以说是牛皮上落 昨天跌一跌下去,在26,000见一见过 甚至跌穿过26,000之后,今天又上回来 升有不是很多,最主要都是牛皮代变 等着今晚环球的央行年会,Jackson Ho 这个央行年会就会有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发言 市场都在等着,究竟联邦储备局未来的利息政策 究竟是怎样呢,所以就比较牛皮 其实就不单只是港股牛皮上落的 这段时间有几个市场,主要的市场跌下来之后 都是到牛皮增持着 我们先看恒指 恒指其实早前跌下来,在24,900见到底下 然后反上来,反上来之后不是多 它升到263,这几天升得很急,之后就在消化了 昨天和今天都曾经跌穿过26,000 最后现在站在26,179点收市 可以说是这几天,这一周的中间位 即波动范围的中间位收市 即是可供可守格局 好友既可利好消息出现,就供上去 不好消息就跌下来 那不单只恒指,其实是在牛皮上落的 你看一下日经指数 是不是都是在这段范围之间上上下落呢 是啊,即是跌下来之后 去第一个底,八月初 跟着八月中第二个底,跟着反弹上来 都是升不穿,然后都在这儿牛皮上落 其实呢,道指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八月第一个底,八月初 即是港股那些是八月六号 美股是八月七号 跟着八月十五号,港股和美股都是 那这两天见了,然后又冲上来之后 都是升不穿之前的高位 都是在这儿牛皮上落 其实跟恒指的情况类似 不过恒指就捱得高一点的意思 那跟这个之前可能跌得多有关系 其一,其二也都可能跟内地股市 做得比较好有关系的 今天上证指数呢 有少少突破下降轨的 第一天突破 那就深证成分股指数 突破了下降轨几天的 不过突破完之后 它不是急升,而是患难的 那为什么不急升呢 或者为什么突破呢 那跟阿爷呢 其实又放一些水有关 今天呢 就有进行八百亿元 七天旗亦回购操作的 那有放一些水 固然有,固然利好它 但是本周呢 其实正回笼资金呢 是有整高达一千七百九十亿元人民币的 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它真的放水出来 其实它是正回笼资金的 第一,另一方面呢 你不要看它这个突破了头 就好像一定是升 那样 你看看人民币匯价 又会有些担心的 今天呢 美元对人民币呢 曾经一开波的时候 跌到差不多7.1的 那不过现在就压回来一点 去到7.08了 那样 那人民币其实的趋势呢 现在都看得到 好像都还是弱了 那样 向上就是人民币跌了 向下人民币升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不要一下 就说看到那A股有点凸头 就觉得港股行指 一定可以冲穿26317 虽然很盼望它能升得穿26317 站在其上的话呢 就可以转了做绿灯 就是短线走势转绿灯 那但是 啊 刚才说过了 人民币匯价 和内地好像表面说放水 但是实际正回笼资金的 所以呢 就不是说一面倒就可以向好转 都是要等呢 今晚 啊 开始的一年几日的央行联会呢 就是决定 事实上几个市场呢 都在那儿等着 刚才说过了 就是日经啦 你看得到都在那儿 发想发落在那儿等着 等爆边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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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周可能会有机会呢 几个市场都会爆到边的 那怎么会决定它爆到什么边呢 最主要都是看今晚 或者下周呢 初的时候呢 央行联会说完之后呢 那个美国的债息去向 因为美国债息呢 就很敏感 现在呢 就很敏感 就是什么敏感呢 就是最主要不是说 就是这个债 十年期两年期的债息 而是他们两个息的息差很敏感 啊 敏感到程度是怎样呢 就是十日之内 已经三次出现了 倒挂 本来应该两年期 就是短期的息是低一点的嘛 十年期的债息应该高一点的嘛 不过呢 过去十日之内 已经出现三次啊 十年期的债息 竟然比两年期的债息更低 这一刻呢 就是十年期债息 是高了 那两年期债息少少的的 那我们看看 两年期债息呢 现在是1.6383的 而十年期呢 是1.6506的 那十年期高一点点啦 那但是真是高很少的 真是很少的 那高很少呢 是随时也都有机会 就是出现了一个倒挂 一倒挂呢 市场就会担心的了 股市呢 又真是没有允限的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值得留意的 就是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大概是 这十日八日左右呢 债息跌下来之后呢 开始有呢 几日呢 就是 有一些反弹 那你譬如说 两年期债息呢 由这个8月15号 就是和港股一样啦 就是那天见底 就是 开始有些弹 弹到上去呢 1.64 1.6383 是不是呢 弹高一点点 它不是说 升穿前浪顶 不过开始就有些弹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市场呢 预期呢 看完那个 议息会议记录之后呢 就觉得 没有那么快 会大幅度减息 减息0.5厘 的机会率呢 较低那样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 债息就升回一些 那升回一些 其实好还是不好呢 有好有不好呢 那好处呢 就是说 令到市场呢 认为啊 美国其实不是那么需要呢 大幅度减息的 就是联储局那个呢 就告诉给大家听呢 美国经济呢 都纵还可以的 不是需要那么大幅度减息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诺贝尔经济学 长得主啊 直立呢 认为呢 就是说 如果你大幅度减息 反而会令到市场 觉得呢 美国经济不好 反而呢 就不利股市的 那所以呢 如果出来的信息呢 就说不需要大幅度减息呢 其实对股市呢 不是一定的坏事来的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说法啦 那现在有些上回去 那这样 那大家留意了 那其实呢 但是呢 长期的趋势呢 就是说 债息呢 仍然都是向下 十年期债息的趋势 一路向下 那在2016年 早两年 早几年的时候呢 曾经跌到1.359厘 当它1.36厘 其实这些趋势 现在反复向下呢 市场仍然都是觉得呢 很有机会是跌穿之前的低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美国呢 现在呢 其实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的息 还是很高的嘛 那美国呢 总统啊 Donald Trump呢 特朗普呢 就很想联储局呢 大幅度减息 他希望呢 减息一例 或以上 那如果真的要这样大幅度减息呢 那呢 那呢 美国的短期息固然大跌啦 长期的这些债息 都有机会跌穿之前的那个 历史低位 跌到去呢 一跌之下都未顶 事实上如果呢 长债息跌到一跌呢 就是相对于欧洲和日本 其实都还是高息的 所以这个就很诡异啦 究竟 央行年会会讲些什么 利好还是不利好呢 所以下周呢 应该就有分调啦 那 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不全力了 所以啊 如果什麽 那当然啦 在这麽重大的会议之前呢 我就没有水晶球了 我就宁愿选择是什麽呢 等候他那个央行年会 公布了他那个状况之后呢 看下个市呢 会向哪里走呢 然后才顺势而为 我仍然都觉得 对于省务来说 顺势而行呢 是较容易赚到钱的 好了 今天是分析是去到这儿了 多谢大家收看